请你帮我介绍过 不敢用肋固醇 医生控诉家暴 我是轻微的过敏 气喘的孩子 我们期望能够一年 不要用超过六周 我真的曾经在急诊 碰过有一个妈妈 她小孩气喘 喘到前胸贴后壁 都快要住家户病房 她死都不用肋固醇 我差点气到 想要打 因为我真的觉得 这个妈妈害她的小孩 已经 人生惨到一个不行 生病不吃药 錯誤概念一楼框 孩子用药有学问 精彩内容千万别错过 这有孩子的父母都知道 这叫小孩 稍微一点点的问题 我们紧张得不得了 紧张长点小疹子 小痘痘 赶快抱去看医生 对 稍微咳嗽 流鼻水 发烧 这个绝对等不了 等不了 宁愿我们发烧 也不要你发烧 真的 对不对 好 所以今天我们就帮大家 在照顾婴儿层面 有很多的问题 当然很多的心态 因为父母而异 但是我们整理出来 我们到底要来破解她 还是觉得她是对的 我们来遵循她 看一看 好 我们先来看用药的迷思 问题第一个 也是我现在很想问的 请问感冒不用吃药 也会痊愈 说吃药只是缓解症状 幼儿感冒根本不需要去吃药吗 只有与你一味叉 为什么 我跟你讲感冒分很多感冒 又不是只有一种感冒 不要那么凶 了解 不是 不是 我在跟大家说 我是一个讲的是对的 非常聪明 思绪非常清楚的妈妈 因为 还有人在自己叉 对 还先她自己一下 对 我每一集都有这么一味 就会这样子 OK 我已经抢走我的快场牌了 我在看节目也是 我一定要讲的 我还在抢走 我跟你讲 我就看你们都出圈 我就先她发言就是我 对 我今天这一集精彩 对啊 来 以前我都觉得 我小时候感冒 我妈也没有带我看医生 也不给我吃药 可能就洗顶鼻水 弄一弄就好 就几天弄就好了 可是我儿子小时候 我也是想说 如果是鼻塞流鼻水就算了 就不要看医生 可是有一次他喉咙痛 就是也是感冒鼻塞 他就跟我说他喉咙痛 那我想说反正喉咙痛 多喝水嘛 过几天就会好 对 结果没想到过了两天 他就开始发高烧 对 然后高烧不退 然后过了一天再去看医生 他已经得那个中耳炎了 对 所以经过那一次的事情之后 我就会判断 如果他只是鼻塞和流鼻水 那我就先观察 可是他一旦跟我说 他喉咙痛 然后或者是头晕 我就会立刻带他去看医生 然后请医生开药给他吃 这次有转变的 跟你小时候的对待不一样 对 对不对 那你们为什么一定坚持是对勒 一般感冒应该是不用 就是一般感冒 你吃什么鼻水药或是喉咙药 医生说是减缓症状 但是他不会加速 比如说感冒三天好 可是你不会因为你吃了药 它就变一天好 名声好想要 有抬头的 我的老师跟教授 是黄崇宁医生 真的假的 我的指导教授 这样无法门拨 投我下属 来 我一个男性代表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人体 它又有一种恢复的机制 那小孩子我觉得 你说发烧 发烧它是一个症状 它是一个疗程 它一定会有起因 然后一定会有 一定会有中间那个阶段 然后再下来 这个流程一定要让它跑完 那你看医生 不可能说你吃完以后就好了 对啊 你懂我意思吗 但是会不会这个流程 你知道它自然的跑 会跑很久 那就要观察了 有两三个中 两三个礼拜 两三个礼拜 那一定要看医生 不用两三个礼拜 两天三天就要去看医生 三个礼拜 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会是 不是 两三天去看 就跟一般人一样啊 一样吗 那是什么 有些人是一骚马上 有些人是 我跟你讲 有些妈妈是 我跟你讲 她只要稍微稍一下 她那个温度就一直凉 一直凉 没有 不然 你凉个十次 你只要凉到一次 三十八点我们就要看医生了 很容易中啊 真的吗 你起床 起床就三十八了 那你这样说起来 你不太符合无需吃药啊 你算是 你会符合要吃药的啊 我觉得要理性一点 要理性一点 就是你如果说真的是 像我女儿 从出生到现在 一岁多了 就是 就是因为 她是因为打针而发烧 而不是因为真的受风寒 不是 不是那种 预防针 因为一年之前 还有妈妈身上的抗体在 一岁之后 你等着瞧 有必要这样讲话吗 有必要这样讲话吗 好可怜 她当事人都没有来 有必要这样吗 有必要这样吗 大家都有自己照顾的一套吗 对 到底谁对谁错来 对 那这个 你到底是不是不需要吃药呢 黄教授 这个答案应该是 圈 圈 是不是 是不是 但是我必须要强调 的确是九成都是正确的啦 我们先讲讲小朋友 今天大部分的感冒 九成以上的感冒 都是病毒感染 这病毒感染进到身体之后呢 我们身体大概需要花 五天到七天的时间 然后就把它赶出去 对 所以这五到七天 就随着那个病毒的强弱不同 有些比较强的病毒要七天 有些比较弱的病毒三天 所以有这个 看你得的病毒强不强 但是不管你有没有吃药 三天会好的病毒 你就三天就好 五天会好就五天好 七天会好就七天好 跟你吃不吃药 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 不会加速它 不会加速它 比较快好 但是与你讲的也没有错 就在这个三五天 这段这个病毒感染的过程当中 的确就是会有一些细菌 就会趁虚而入 他想说 看你现在抵抗力症好弱 我就出来作怪一下 所以中间常常会有小孩 突然病情恶化 那中间这个恶化 就是细菌跑来捣蛋 那时候我们就不叫做感冒了 你可能叫中耳炎 可能叫鼻痘炎 甚至以前严重的时候 会有肺炎或脑末炎 那因为现在大家都打疫苗 所以肺炎脑炎比较少了 好 那大部分的人家长都会说 那我是不是可以借由 吃这些感冒药 让我减少那个细菌 跑来捣蛋的这个机会 因为我鼻涕不流了 咳嗽不咳了 细菌就觉得这个人 抵抗力比较好 就不来攻击他了 细菌没有那么笨 所以原则上你吃不吃感冒药 跟会不会有并发细菌感染 是没有任何关联的 你会就是会 不会就是不会 也许你要把时间 再往前移一点 就是你原本的抵抗力好不好 如果你原本抵抗力好 你这个病毒来的时候 细菌就没细差 就可以抵抗 对 你这个时候才来开始给他 什么赶快吃什么维他命C 补充一些什么咳嗽药 皮涕药 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细菌药出来就已经出来了 对 所以答案应该是圈 是不是吃感冒药 其实没有差 对 就比较担心 其实云妮的差 也不一定是错的啦 就是说 就是说 你是我的指导教授 我等一下看起来 这个港区只有营养师 可以认领啊 没有 我想说 重点是你怎么知道 他只是一般感冒 对 因为之前有一个家长 就是他的小朋友 确实他们 也都一直有听这些资讯 知道说小朋友感冒 其实有时候会自己好 除非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他就发现 他的小朋友 大概前几次的感冒 都自然就好了 也没吃什么药 所以他就已经很习惯 觉得小朋友感冒不用紧张 可是没想到 他是又上幼稚园那一年 然后结果有一次就感冒 可是可能一个没流行 他没注意到 因为他在感冒的第二天 还是第三天 他除了体力 他说开始有一些 肌肉的特别的活动 可是因为是第一个小孩 他们也没什么特别的观察 吃到后来 他觉得好像越来越那种不大 对 这个频率很高了 送去医院才发现 他其实是A型流感 而且他是合并脑膜炎 一进去就加入病房 住了很多天 所以我说问题是说 他之前的处置 都觉得没有问题 因为没有吃药 小朋友真的好了 可是他这一点就是说 他如果没有观察这些特殊的 就是黄医师会一直教大家 这些警讯的话 因为有些他病程进展得很快 你错过可能从早上到晚上 他就差很多 那如果这样说起来 其实我们很多父母 真的没有时间 或是没有办法那么专业的 来辨别他的 有没有什么差异点 那最好还是 其实就报学给医生 判断的是比较好 当然我们医生是不会拒绝 就是大家来跟我们求心安 那就是安慰他两句 求心安 真的啦 真的 好像拜拜 就看两句 我们确定他现在没有 这个很大的问题 然后我们就安慰两句 就妈妈就觉得心里很平安 就回家 这样是OK的 不过肃清讲了一个很好的例 就是流感 所以在流感剂的时候 我不知道去年 大家如果有在 发了我的脸书 流感剂的时候 我就突然之间跟大家讲说 最近流感才太多了 所以你如果真的 有发高烧的小朋友 你赶快去给医生 看一下是不是流感 因为只有流感 有克流感的药物 就是那个病 是真的可以因为吃药 而缩短病程的 那其他的病毒 几乎都没有 那我们现在此时此刻 不是流感剂嘛 所以我们就不用那么紧张 所以如果真的不吃药 要靠吃别的东西 来舒缓一些症状的话 营养师有什么样的建议 其实说实在 真的是要给他时间 多休息 然后多喝水 足够的水 那我真的先离开好了 对 要更休息 但是其实 好像床在后面 我先休息一下好了 对 其实针对小朋友来说 因为大人可能还比较能够忍受 比如说流鼻涕或咳嗽 但针对小朋友来说 我们常临床上看到 最容易影响到 小朋友哭闹睡眠的 其实是喉咙疼痛 对 那其实在国外耳鼻喉科 有医生曾经推荐说 其实如果小朋友 真的有这种剧烈的 喉咙疼痛的话 是可以给一些 比较低浓度的蜂蜜柠檬 其实也正好 柠檬是这个季节的水果 对 因为他们认为说 这个蜂蜜柠檬 除了可以间接地补充 多一点水分之外 其实它是具有 可能有 轻微麻醉的一个功能 可以舒缓它的这个疼痛感 但小朋友很喜欢甜 那个蜂蜜还不能加太多 对 就是要稀释 它一定会生痰嘛 所以那个浓度一般来说 比如说是五百细细的白开水 你可能加半颗的柠檬汁 然后一汤匙的蜂蜜 这样子的浓度 就OK了 对 好 还有别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来看看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 小孩发烧常吃退烧药 这会有一个伤症吗 常吃 常吃 全部都会 常吃 干什么一直传叫常吃 常吃就是 你知道就像有些老人 把那咳嗽糖浆拿来喝一样 那种就能定位 那伤肝伤肾一定会啊 但是小孩子 我觉得 就是像医生说 他就比如说 他会给你个三十八点五 叫你喝 对不对 然后我是一到三十九度才喝 你三九才喝 但我有问过医生 他说标准你可以自己定啊 他说其实就是真的有人也不喝啊 对 对 他说就是看你要不要 考验爸妈的心脏 对 那可是到三十九度的时候 其实小孩子通常会看起来有点昏 可是要看他活动力啦 对 他就有点昏昏的 你就想说还是给他喝一下 以防他太不舒服 对 而且我告诉你 通常他烧到三十九度的时候 他是慢慢烧上来嘛 也应该那一天 已经大概差不多二十四小时过了 他生病我也快往生了 我告诉他不吃我也受不了 你知道他一定要 让他稍微休息一下 我也要休息 其实我自己 如果让我自己认定的话 我觉得发烧就要吃 因为你也发烧过 你发烧难不难过 难过 非常难过 你做也不是在也不是 怎么都不舒服又冷又热这样 所以如果以我自己的认定 我自己发烧 我一发烧我立刻 我自己的话 我一觉得我烧了我立刻吃 感觉来就吃 对 但是我对于小孩子 我知道他真的很不舒服 可是我又听了这么多医师的话 我会觉得医师都说不要发烧 好 那我就不要 那我就牺牲我的时间 我来陪小孩 我哄他 我分散他注意力 我用物理退烧 我用让他泡澡的方式 但是睡觉的时候 如果他的晚上睡眠 也没有办法保证他的睡眠品质 他的抵抗力会更弱 然后爸爸妈妈一整夜睡不好 隔天对他一定是没有耐心 所以为了他的抵抗力变强 爸爸妈妈隔天可以更好地照顾他 他睡觉我一定会给 这个退烧的功能 原来是顾及全家的 正在导师 所以你吃很多当然会 那我想现在的爸爸妈妈 都比较警觉了 所以应该这种事情不太常发生 但以前古时候会打退烧针 对 以前他们可能打了一个退烧针 这种退烧针就是会有一点点胜毒性 对不对 但剂量还OK 但回家呢 一烧又再塞屁股 又乘以二了对不对 对 然后想说那干脆也给他吃一下好 不要让他烧起来 又再吃了一剂 他就乘以三了对不对 对 所以你就想想看 同样的药 从打的跟塞的跟吃的 妈妈以为是不一样的药 但其实他们三种都是一样的 那这种对肾脏会不好的这种退烧药 累积过量 当然对我们孩子就会有影响 其实我跟你讲 不只是小朋友连大人也会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 一个大人他很倒霉 他是去医院 医师开给他那种止痛退烧的 结果开错剂量 按错按成十倍你懂吗 然后可能要是又没注意 他真的当晚就送医院急诊 会伤肾的 可是我发现也要有另外一个可能性 就是刚才讲烧 因为有些人觉得烧 烧可能想要说那就感冒的反应 可是问题是如果他一直烧 因为之前有一个人他是怎么样 他的小孩很谬 他想要有一个到长到一定的年龄之后 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 他说他的烧是每到傍晚的时候 他就烧 可是他又没有烧得很高 所以有时候想说没关系 好像家里有点退销 退了好像也OK了 所以他就这样反反复复 每次到傍晚就有点烧 然后他就想说是不是有什么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都每次都要这样 那你去一个时程 对对对 后来也去都干嘛 后来有一天不得了 好像真的烧得特别严重 小孩也不舒服 送去才发现 这个小孩还真的伤肾了 为什么 因为他原来的烧 不是因为感染症而已 而是因为他有那个叫做 塑尿管逆流 他的塑尿管的结构有问题 所以可能每次 累积到一个程度 可能那个膀胱尿尿 可能他怎么样 他就有一个变化 所以他为什么每天 都有一定的时段发作 是有原因 是因为他生理结构上就有问题 可是妈妈只解决了 他的生理的表现 想说哎呦 骚 退烧好像也没事 第二天又好了 又一条活龙嘛 所以因为拖延比较久 所以整体就影响 他整体的肾上的结构 所以他最后还真的伤了肾 那个书上就会写说 你这样白雪球 不知道有没有在工作 就是你只要退烧到一吃 白雪球就会觉得 我现在休息了 以后你的那个抵抗力 就是会变比较弱 对 其实是没有影响那么好 这真的是学术研讨 真的啊 我们今天学习 每年一学期刊的人 真的有在用功耶 白雪球会懒惰 因为你吃了退烧药 那白雪球就会觉得 我现在不用打仗了 所以他你一吃破 以后在发烧的时候 他就知道他不用打仗 他就不会把他出来打仗 那会不会这样子 平常要练兵一下吧 其实影响没有那么大 没有那么大 的确啦 我们温度高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 会觉得说 好像有一个人在后面雷战鼓 让我比较有精神 我要去打这个 杀这个病毒或细菌 是没有错 可是当这个烧退的时候 他也不是不工作 他还是会杀 只是说 稍微微小了一点点这样 但整体来讲 我刚刚已经提到 你用感冒药 不用感冒药 或者我们这一体的主题 你不用退烧药 或用退烧药 但就证明了 其实我们没有影响到 抵抗力说 你如果让它一直烧 它就会缩短两天 三天的病程 你吃了退烧药 它就会延长三四天 没有啦 没有差那么多 要差一点点而已 不过发烧症的小孩 会很不舒服吗 那可以吃什么 让它能够快快好 或是要避免什么 以免病情变严重 对 其实就像刚刚王医师讲的 有些妈妈可能就觉得说 烧越旺盛 好像小朋友的反应 或者是明明好像越强 所以你说阿公阿嬷 可能尤其在冬天 会炖一些什么 姜母鸭 羊肉炉 麻油鸡 就觉得说 小朋友现在比较虚 活动力好像比较差 比较虚弱一点 就给它这样子的一个食物 其实除了里面有些中药材 可能会有影响之外 其实有点 发烧其实就有点 类似像发炎反应 就有点活上加油 它已经在烧了 然后你又给它这些 比较油腻 比较燥的食物的时候 其实它反而会更不舒服 那当然如果你发烧 合并有一些 比如说它的痰或鼻涕 是比较浓的 黄色的 这种是属于比较热性的感冒 其实就可以给予 像现在当季的 比如说西瓜 冬天有 比较凉的 对 橘子 甚至是市售有在卖一些 比如甘蔗汁 椰子汁 但是记得给小朋友的时候 一定要稀释 不是说像我们大人 直接这样子喝 就是加水稀释 可能三比一这样稀释 可以做一个身体的一个调整 那当然其实在发烧 感冒的过程中 小朋友本身胃口都不是太好 那当然营养很重要 所以这时候 避免油腻的东西 我们可以给一些 比如说 鸡蛋粥 鸡肉粥 这些东西 蛋白质可以增加它的一个 免疫力的一个提升 而至于说粥类 其实在小朋友的肠味道 吸收利用率是比较好的 可以让它快速地 补充它的能量 对于它的一个 修复的一个过程 也许是有一些加分 而且其实在吃这个粥的过程中 其实它有 对 其实是会 有比较好正向的影响 橘子到底可不可以吃 要看它的感冒是热性还是良性 如果它的感冒是 它的痰是比如说 白色 水水的 鼻涕是水水的 这时候就比较不适合 但是有些小朋友 你会发现它的挂两条 黄色的鼻涕在这里 对 浓稠 对 这个情况下 就可以适量地给予 这个就没有关系 对 好 来 接下来 迷思三 迷思三 怕孩子吃药伤身 可以靠保健食品来强生预防生病吗 对立的气氛又来了 好 好 雨霓先说 我要说这是我以前 只有我没有 只有你们两位没有 你也不是啊 那我跟你一样 今天没有 怕不能吃保健食品 因为以前皮特小的时候 爸爸也不在身边 爸爸在外面工作 然后只有我跟他 然后那时候也没在工作 你知道妈妈很闲 老公又不在身边 你的焦点就完全在小孩的身上 所以我每天就在算计我儿子 我就在算说 我是不是东西让你营养吃不够 所以那时候我怕你不够聪明 因为我们只生这一个儿子嘛 你一定要非常聪明 你以后要练钢琴要什么 你就余游来捕 然后我就觉得 他好像不是很爱吃水果 那我们就来吃维他命C 然后我怕你长不高 因为爸爸的先天条件没有非常好 我希望他有一百八十几公分 阿建老师很标准 我希望男生要在一百八十公分以上 我怕他长不到 所以我就让他补盖片子 彥均在盛理 我也有 然后因为我自己是先天性的近视 然后我怕他的视力也会不好 所以我又补叶黄素 然后如果有那种直销公司来推上 你是怀孕六周就生出来了是不是 这么差 什么都没有 只要别人说什么 电视看到什么 电脑上查到什么 我就立刻给他吃什么 听说你还让小孩吃红参 对 因为它就是过敏 就吃益生菌 然后那个是益生菌 我知道 然后我们就去韩国 阿建老师谈到手都长剪了 而且还要买到手中 最好的 我们的非常会一小怪 就是六千还是多少 然后导游就说 他就看一看 我们家是没有老人的 他就看我们小孩就说 你小孩会不会过敏 台湾的气候小孩很会过敏 我说会啊会啊会过敏 好 我跟你讲那你也要买这个红参 因为吃红参就不会过敏 我只要听到不过敏 你知道小孩过敏 那个流鼻血流鼻血多可怜 好 就立刻给他买下去 所以我小孩小时候也每天早上 一吃红参 那你们举的不一样的答案举差 只有你们两个 因为我这么这么说 因为我有几个朋友是医生 然后他们都说 其实人的基因百分之 也有朋友是医生 人脉很广耶 也有医生朋友啊 也是怎样 不行啊 整天都在出外景 不行啊 还是有啊 还是有医生的朋友啊 他说人的基因在百分之九十五 其实都已经注定了 你说生下来吗 对 他说生下来 他说能够生下来的都是最强 最强 最强的 你觉得姚明生下来的孩子 会只有180吗 不可能的嘛 姚明不可能 那我家有可能没有180啊 我老婆不是姚明 我的意思是说 基因 基因 基因已经注定了 来 还有一位 Q甲吗 也是 因为我儿子不敢吃水果嘛 所以维他命之外 不敢吃水果 为什么会不敢吃水果 有些人真的会怕 有些小孩子很不怕 水果好啊 他会吐哦 他是真的会吐 所以我就要补充一些维他命 然后后来他要上幼稚园之前 就开始大家都会讲 很容易生病 所以我又让他吃了这个 预防感冒的 自然疗法 自然疗法 预防感冒 这什么东西啊 这个吃半年跟猴生差不多加 对 猴生 所以Q甲吗 他老公也是一直 会在情形都在 一直不想要在做什么 对 你知道 中国也都是只有我 对 所以他里面主要的 主要的成分就是乳糖 有没什么 真的 就是乳糖 我也很喜欢上边写他的 乳糖跟水 测糖 乳糖跟水 喝牛奶就好了 喝牛奶不是就可以了 那满身干嘛 可是我不知道要这么贵 对 现在你们促进 台湾的经济发展 你们不理解 那里面还有能量 对 能量 因为这一派的小糖球里面 依据你不同的需求 它有放千分之一 万分之一 还是兆分之一的 非常微小的东西的成分 所以用不同的能量 去影响你身体的磁场 了解 然后让你身体回复自然的抵抗力 是德国有盈利 这种说的 再说顺势疗法 你觉得给他吃这些 有效果看到吗 就是因为他上幼稚园 有一阵子感冒是真的非常严重 就是好不容易好了 再来 好了 再来 然后也会影响给妹妹 然后咧 然后让他吃的话 他就是确实有 比较延长一点 比如说原本是一个月感冒一次 现在一开始可能两个月 其实是他的抗体越来越强 不是因为那个药 会不会只是太好放暑假 我不想听 因为他体内的那个 体内机制已经启动之后 他也让他撑久一点 对 但是呢 这就两种说法 像这个是一种比较 医学上的说法 可是像Q甲妈 他可能跟雨泥的另外派说 就是我这样做千帽 我对不起良心 我做完之后 帮孩子打底 打底 真的有一些小孩长大 会回去怪妈妈说 你当初没有过吃盖 贴害我长不大 那如果他就说 他妈妈就说 我花了十万 八万 你八七零节弹乐器 好不好 那小孩子就叮叮不讲话了 真的 孩子 我告诉你 你老娘我尽力了 对 对 来 为期无愧 是不是 这个千金难买 我跟妳讲 剩下的金鱼 你儿子很优秀好不好 那医老师怎么看呢 其实我觉得真的家长在帮小朋友 准备各式各样的保健師 真的都是爸爸妈妈自己在心安 其实说实在的 小朋友如果胃口是正常的 又没有特别的挑食 再加上他的生长的一个进度 都是在正常的范围里面 没有特殊疾病的话 其实这个真的是不需要额外的添加 再加上很多家长给的剂量 他很难拿捏 因为很多保健食品 他不见得是儿童专用的 可能是一般成年人的 他就给成年人的剂量 那可能对于小朋友来说 这个量是过量的 像之前我们最常遇到 就是像鱼干油或维生素A这种 脂溶性的 那他中毒或者是过量的情形的症状 又不是那么的明显 可能包括食欲不振 很多小朋友常常食欲不振 或者皮肤骚痒 皮肤过敏也会骚痒 那当然严重到可能会干皮肿大 那都是到很严重的 那如果没有去注意的话 长时间这样持续给的话 其实反而对小朋友来说 是压苗助长我觉得 因为我儿子在上一年级 医学期之后去 他就近视 就是那个度数就很高 一年级的时候就已经 大概150度的近视 那有点遗传到你的 小一 小一就近视了 就是不想要让他近视 结果他就是真的遗传到我 小一就开始发现他近视 然后那时候我就是 就很气自己 我就想说赶快就买 补救近视的东西给他吃 又开始大量的去塞叶黄素 想说妈妈对不起你 但是我后天就在弥补你 我就给他吃叶黄素 我想请问医师 那近视之后再吃叶黄素 对改善近视有帮助吗 这种就比较预防 对 这就有病理性的需求的问题 对 可以吗 叶黄素没有办法预防近视 没有办法 近视本身是 跟近视没有关系 近视是趋度的问题 叶黄素是比如说夜盲 晚上可以看清楚一点 黄斑布 就是它可以针对你的视的 敏感是有效的 但是对近视本身 那还是只能看远 就是尽量减少阅读 好 素卿 有没有吃这种什么健康食品 让自己什么预防强生的 但是吃出问题 台湾有另外一个流行的 是那种养奶系列的 因为她会觉得说 好像养奶就比较补 或者对于一些那个 对 她就觉得说好像这样子 以后比较不会过敏 就之前有一个妈妈 也是这样子 就觉得说让我的小孩 从小就给她喝养奶好了 后来可是很奇怪 她就想说都已经喝了养奶 问题是她的那种过敏性的 皮肤炎好严重都不会好 然后肠胃道也都不好 就去看医生才发现 她的小孩严重对养奶过敏 所以她所有的症状都是因为 她阿婆给她吃养奶来补 所以问题就是说 这些保健品 我们不担心 第一个担心是 就是爸爸妈妈的工作做很久 然后就赚钱赚得要死 然后结果买到了CP值很低之外 第二个要担心就是 过量累积 跟事实上你不知道 它就是它的毒的来源 那但是营养师 我们现在说 像你刚刚讲的 其实我们自然菌亥 也是一切都没有问题 不需要补充 但是很多父母 其实他心里面总是觉得说 我们还是希望给孩子 孩子吃一些什么 让他强健一些 如果真要补充 要注意什么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要看他是不是 儿童专用的 因为毕竟就像我刚刚讲的 很多成年人的使用的 他把它套在儿童身上的话 可能就会出现 过量的一个问题 对 所以儿童专用的 然后还有就是 有没有很多的添加物 所以我是觉得 第一个看有没有必要性 然后剂量的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 它的那个剂型 都要特别注意 然后还有就是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保健食品就应该是要 每天吃 但其实不一定 比如说像刚刚QCM 他可能儿子忽然有一天 水果愿意吃了 那天也许他就不需要 吃这些营养补充品 或者说他本来小朋友 食量很小 挑食 他今天吃得很不错 那其实今天就不见得压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需要可以去做调整 弹性的 了解 好 接下来是迷思舞 好 来看下一个迷思 只要含有类固醇的药物 就不要让小孩吃 也不要让小孩擦 其实也没有那么极端 真的吗 其实也没有那么极端 只有一个圈在后面 你看 稍微碰一下应该可以了 为什么你缺 对 因为之前就是 我小朋友他就是之前就是 过敏 然后我就带给他 带他去给医生看 那医生就说要给他开那个喷剂 那医生就说 里面会 对 我知道说 给医生的 对 我知道里面有 含有类固醇的一些量 剂量那样子 可是我一听到类固醇说 这个对小朋友的身体很不好 那我怕他一喷下去之后 完蛋了 以后就永远都要靠这个类固醇 来治疗他的 害依赖 过敏的症状 所以我就都不给他喷 不喷 不喷 那后来呢 都不喷 那有好吗 不是一直讲吗 就是他严重的时候 我就只能再拿其他的那种药物 就是帮他稍微舒缓一下 对 比如说凉凉的 对 凉凉的 什么疏猴定 疏猴液 让他喷 让他舒服 好 而且他没有变气喘 要是气喘 不晓得 对 但很多父母是会担心 所以自己觉得我的 我就会推翻了医生的一些逻辑 对不对 去做其他的决定 我自己是有切身经验 是我小孩就是一个 很严重的过敏儿 对 因为我以前也不太有这个概念 觉得小孩的专注力 不是很好 他一直动不停 一直抓 然后流鼻血 流鼻涕 然后后来直到 因为已经受不了了 才去专门挂过敏砖科 所以不得不吃 医生开的过敏症状的药 那那个时候 先缓解他的过敏症状之后 发现 小孩子的日常生活形态 也有改善 他过敏症状好了之后 自然他很 就是那个吵闹啊 躁动的那个情绪 会安抚很多 降低了 然后他一直流鼻血的那个状 因为你知道小孩一流鼻血 我们都吓得要死 那那个症状缓解 我们也安心 然后在学习的态度上 也是会有改变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们就是愿意让他去吃 因为只要改变他的生活的状态 我们都是愿意的 那如果是皮肤痒起来 他之前也是常常去看皮肤科 因为他就是异味性皮肤炎 有时候会发群麻疹 就吃到海鲜什么的 那会去开擦皮肤的药 然后那个药 因为他就常常发 你就常常擦 后来我就担心说 那是类固醇 对 就一直擦 擦了就立刻有效 后来我也是觉得 我自己就给它断掉好了 那它现在还是偶尔会发 它有时候用到 有化学的什么沐浴乳 或者是什么肥皂 它还是会发 然后我就非常自作聪明的 我以前有分享过 我就给它擦明星花露水 明星花露水 因为你们是明星的 现在又在哪里买 有 那个老街 老街的那个甘露店里面都有 那个一擦马上就不痒 而且凉凉的 觉得有一种心灵 因为他已经被那个刺激 给盖过那个痒了 对 然后我儿子也觉得很舒服 而且你知道 它有一股特殊的香味 有香味 那个当你依赖那个香味的时候 那个香味就会安抚你 只你的情绪变得很平静 你就睡着 你闻到那个味道 你又会想要睡觉 所以我儿子现在只要发起来 我就给他擦明星花露水 这东西全域了 像我们家 我们家的Lobby是有花铺的 我每次要大家去 买早餐的时候 即使没有停下来 只是婴儿车推过的时候 有时候回来的时候都会看到 奇怪怎么会有 那个大腿这边 会被咬到一个 那我又觉得说 然后那个时候 因为我老婆是赞成说 就是要去擦软膏 去擦那个什么药的什么东西 但是以我的观点来讲 因为我们以前是运动员 以前你说沙龙趴死 或者是那个贴的 那种酸痛药膏 我都不太贴了 因为那东西 其实会伤肾的 因为它是肾头基因 是我们肾要去代谢 很担心肾脏 很担心 对 所以说我的女儿 我就觉得说到底要不要擦 OK 那我老婆说擦 OK 那我们就去分析 那为什么会红 其实它是一种 对蚊子的那个过敏而已 它不是一种病 然后我们就用一点点 我就用那个手指头沾一点点 这样给它抹个两下 抹什么 抹那个软膏 软膏 这样子涂个几圈这样子而已 我顶多就这样而已 所以说我才举擦 不见得是完完全全不要举擦 但是剂量 因为我觉得急性的时候一定要用 急性就养到受不了 小孩很容易养到没办法睡觉 有气喘 急要素的 然后皮肤过敏 你抓到流汤 流汁 流血了 那你还是得用 对 那个一定要 因为你急性马上用 那一天就好了 对 你就只用那一次 可是如果你急性不马上用 你有时候一拖 那你要用很久 反而更伤 对啊 是不是 时间点 教授的话有听 对 教授来到现场 教授应该会想 是这样吗 我这个有学好吗 直接解答 对 现在的家长真的 我觉得台湾一直在进步 就是说从很害怕肋骨唇 到现在已经对肋骨唇 有了解说 正常的使用下 我们不用太担心 真正的肋骨唇会有伤害的 一定是全身性的 吃的啦 打的啦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只有在很急性 很严重的时候 我们会使用吃的啦 或打的啦 这种肋骨唇来 马上缓解症状 我真的曾经在急诊 碰过有一个妈妈 她这一辈子 她小孩气喘 喘到前胸贴后壁 都快要住家后病房 她死都不用肋骨唇 我差点气到想要打 那个113家暴砖线 因为我真的觉得 这个妈妈害她的小孩 已经人生惨到一个不行 所以我们不要真的 对肋骨唇这么害怕 那急性的时候使用 我们常常使用 问题就出来了 因为你的骨头啊 你的身高啊 什么月亮脸啊 水牛肩 所以一般来讲 对正常的小孩 比如只是轻微的过敏 气喘的孩子 我们期望能够一年 不要用超过六周 这是我自己 比较高标准的一个 六周是连续使用 对 没有 没有 就加起来 六周是吃的吧 吃的 吃的 就是全身性的 我希望最好 如果你一年用超过八周 我就觉得 那表示我好像 这个胃教还做得不够 我希望能够 在其他的方式下 照顾这孩子 一年不要用超过六周 那你就知道这个范围 其实对很多家庭来讲 就很放松了 因为一年才用一次 至于其他那种 像刚刚讲到鼻喷的啦 或擦的啦 那个其实对我们身体的伤害 是为乎其为 你想想看 那你吃进去的那个剂量 它进到小肠 吸收到全身 心脏 肝脏 肾脏 或者是骨头都泡到了 可是你今天如果只是鼻过敏 你喷一下 它就到鼻子 哪都去不了啦 所以那个肋骨唇的量 可以是口服的 可能是百分之一 甚至千分之一 它对我们身体的影响 就只有局部而已 比如说有些人说连续喷... 喷超过六个月 然后鼻黏膜变薄 这有可能 但是你想想看 那个变薄 你就不要喷就好了嘛 它不会 对 它不会有全身性的副作用 插的也是一样 像刚刚宇文分享 他说这个蚊子咬 插个一天会怎样吗 不会啊 插个两天会怎样 不会啊 那如果有那种 异味性皮肤炎的 哇 常常痒痒起来 对 我要讲 那如果你是异味性皮肤炎 每天都在发作 你虽然插的会有效 但是我们现在 异味性皮肤炎的治疗 不会只有插的肋骨唇 你一定还有很多 包括环境 饮食 过敏源 还有抗菌 细菌本身的造成的影响 所以你的治疗 肋骨唇只会是 我们就是也是一样 在医生的监督之下 你这样插 大部分对我们皮肤 也不会有什么伤害 对 因为现在真的 大家观念有相对进步 但是你会发现 还是有些家长 他只要听到那种 维持型的药物 就是要长期吃 他自己都会自己 有那种悲公舍影 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什么 因为有些小朋友 你知道台湾因为 有异味性体质 然后有气喘的问题 其实比例不在少数 那有时候有些小朋友 因为他的情况比较严重 可能会需要日口服 一些维持性的药物 那医生就会跟你讲 其实维持性的药物 是希望你不要 有太长的发作的情况 结果之前有个妈妈 她就是觉得说 这都一定有鬼 这疫病里面 怎么可能没有泪固损 不然你在保养什么 怎么可能 她就不吃 不吃就只有每年 就是什么 三服帖 她很信 对 现在就是 对 一年前就预约挂号 跟初心那个过年一样 然后就是每年 就只会记得说 冬并夏至去三服帖 然后她还想说 你看我三服帖的时候 都好好的 你们西医都没有用 因为她一到冬天 秋冬开始就大发作 然后每次大发作起来 有时候就是要住院 住院一次要打很多 因为那就高剂量 所以你知道她常常的 就是有一些 甚至肺炎或干嘛 我记得我采访她的那一次 那个小朋友 她用她的肺 已经严重受到损害 所以她肺功能非常的差 肺功能低下 她说她有时候 甚至要用一些氧气 因为她的肺 没有办法支持 她正常的氧气供应了 那原因是什么 因为医生说 原因并不是她用的这些药 而是你平常都没有让她维护在一个良好的状态 她一直发作 一直发作 一直感染 所以你的肺反而就越来越差 越来越差 所以结局是 她妈不让她口服这些保养性的药品 自己卑躬舌营 说什么肋固醇 老实说她就算是低肌量 假设有肋固醇的话 她也不会像后来这么严重 你想像你小孩需要养赖养气机才能过火 辛苦 好可怜 就很惨 很小 所以有时候这真的是 对父母当然是我们一个心情的纠葛 但是黄医师像你刚刚说的 其实我们不管是肋固醇还是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就是为的是不要让她抓 对 缓解嘛 那缓解除了药膏 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所以皮肤上的骚痒 有时候我真的会很尊重爸爸妈妈自己 自己想的偏方 我用冰毛巾敷一敷 她就不痒 那就冰吗 拿冰块 OK啊 冰块OK啊 或者是有一些人他就是像刚刚讲 各种凉凉的有薄荷的卵膏 它有效就有效 那肋骨醇药膏是其中一个 如果你必须要用到肋骨醇药 擦擦 它不抓了 那也OK 那有些孩子非得要吃到口服的抗主治安 不是肋骨醇 口服的抗主治安 它才会不痒 那我就觉得你才吃个一天 让它不要抓破 隔天就进步了 我也觉得没关系 所以原则上对皮肤骚痒 我们大家的这个范围是很大的 所以大家自己可以拿捏说哪一个 我觉得对你孩子有效 那目标都是蜂子 对 目标就是他不要抓破感染这样 好 来 接下来迷思6 小孩肠胃不舒服 可以拿薄荷擦剂 一边按摩一边擦肚子来缓解吗 后面两位擦 其他都是圈 前面全部都是可以伸 可以啊 其次比弱 来 为什么 没有啊 都有这样做 小时候小孩子比较容易胀气 或长脚痛或什么的啊 其实你就可以擦一点 凉凉的薄荷膏 然后配合一些手势啊 你可以这样顺时钟帮他按摩啊 就按一下肚脐周围啊 而且你帮他按摩的时候 他还会满开心的 对 跟你的亲子互动 因为可以转移他注意力 忘记通 也许 对 可是我们家儿子 小宝贝的时候 我没有用凉凉的 因为我们还是有做一些功课 太凉 我们因为小宝贝 买机器 不会表 买机器 也没有 他不会表达他的感受 所以小宝贝凉 他可能也不会说 你哭不知道太凉 也会不错 而且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哭 对 可是长大之后 我就会用凉凉的 我会用就是那个 就是类似面素利达姆的那种 不是滑入水啦 用 然后或者是像我们瑜伽 有一种凉膏 就是Gibba Mutti的凉凉 放松肌肉的那种凉膏 是因为它肠胃不舒服 就是不舒服嘛 或者是痛 你用那个凉凉的 可能会分散它的注意力 就会凉 会分散痛的注意力 让它会觉得比较舒服 所以长大 我反而就特别会用 比较凉的东西给他讲 这一题的答案应该是不可以 不可以 不能用不 但是我必须要承认 这个题目应该改成婴儿 常会不舒服 可以拿不好的差劑吗 是一岁以前吗 对 婴儿 那我是大事不需要 一百年 对 那 对 那为什么 我们第一件事情像脏气 你要找原因 你只是在那边搓啊搓啊摸摸 其实你并没有真正解决 它背后的 如果真的有原因 脏气我们都会想 暗暗看我把那个气隔出来 到底有没有用 心理作用 就是像刚刚彦均讲 促进亲子感情 大家舒服 这样OK 没有 你等一下按一按 它那个 比如说它脏气或便秘 它那个降结肠在这边 的确会比较好 降结肠你知道吧 就把气看能不能按出来 对 对 有 我们就这样按 对 就是大家想象中是如此 但其实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结肠在我们肚子的后面 我们只有生结肠在前结肠 才能像路要走 我现在才大一好不好 拜托 所以虽然我们平面的照片 看起来是这样 但其实结肠在后面 但anyway 摸摸摸是舒服的啦 所以我们不反对 这个婴儿辅助这件动作 但是为什么一岁以前的婴儿 现在我们儿科医学会说禁止 是因为很多的这些凉凉的膏 或者是里面号称有薄荷 它里面餐有脏脑 那脏脑这个东西就有可能 对我们的婴儿会有影响 有些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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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叉叉叉叉 叉太多 太频繁 它闻到它癫症 那有一些特殊体质的 比如说有残痘症的小孩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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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儿科医 因为我们大部分拿了 那个凉凉膏 你不会去看成分嘛 对 你看了你就吓到了 因为其实很多脏脑占 可能占30% 40%的成分 那你如果小孩误食 闻很多有可能 或甚至误食到 所以现在儿科医学 完全就说 你干脆碰都不要碰 反正这是治标嘛 又没有治本 所以一岁前的婴儿 你最好就是 不要用这种凉凉的膏 去帮它涂在肚子上 或是拿来擦 乳液可以吗 乳液可以啊 乳液就没有闻 小孩有乳液 对 那这是一岁前 那至于一岁后 因为你有没有蚕痘症 你自己会知道嘛 那一岁后 大概也不太会 因为这些味道量多到 除非你误吃到 不然也不太会癫痫 所以比较大的小孩 我们原则上就不太管了 但是一岁前的小孩 我们还是小心一点 还有一个阿嬷会教的 绝对没有用 是用沙瓦泼丝跟盐嘛 小时候 真的啊 有些人会用沙瓦泼丝 撒一点盐贴在斗宅啊 有 我有试过 知道 你试过 他会说把你的湿气 还是毒吸出 吸出来 连这个民俗的疗法你都懂 这个我知道 我还帮我自己试过 但是这个要特别地小心 你知道吗 因为看起来觉得 只是很蠢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这些酸痛的贴布 里面是有夹肌水羊酸的 所以它也是有可能 藉由贫肤吸收 你记不记得之前有一个 泰国的那种 那个擦 也是肌肉酸痛药膏 有一个女生就擦过量 后来死掉 就说她这位贫肤吸收 那如果宝宝他很小 你要给他贴这种 其实可能是要用的 止痛的 这种酸痛 这种贴布是很恐怖 那如果说有一些方法 我们还是要注意的话 所以你说薄荷 它是在一岁以下的小朋友 要特别留意 那一岁以上的小朋友就是 尽量用之后 比较无所谓的吗 我们也不要这么刻意的 一定要用很多这样子 就是好像就是 今天过一岁生日 都可以用 没有这个意思 反正我们已经把 正常用 对 我们把这个危机告诉了 那至于比较大的小孩 基本上他的危机 就越来越少 那我们还是回过头来 这个只是一个 治标的动作 那治本就是你要找医生 去询问一下 那到底脏器的原因 是什么 是牛奶蛋白过敏 是食物过敏 是感染 还是有结构性的阻塞 反正你总是要找到 背后的原因 绝对不会是一个药膏 治白病 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 比较正确的思维 那或者是用吃来帮忙孩子 做调整肠胃的功能 对 其实当然的确 很多小朋友会有肠胃道问题 是因为食物的关系 对啊 比如说肠胃道问题可能 比如说他已经有一段时间 便秘 排便不顺 有一些很多小朋友 都有便秘的问题 像不吃蔬菜水果等等 那当然预防便秘 蔬菜水果水分 油脂 都是同等重要的 因为很多小朋友 其实从小油脂不够 没有润滑剂的话 其实也会排便不顺 那除了这个排便之外 还有就是他本身 像刚刚黄医师有大概提到 就是 因为其实食物过敏 大家都会讲到 可能是皮肤搔痒等等 但是其实有70%是 肠胃道的症状 恶心 嘔吐 便秘等等 还有很多人都会觉得 食物过敏 当然大部分是因为 蛋白质过敏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发现 很多小朋友是对于 肤质过敏 肤质比如说是有卖类的东西 可能都有肤质 那它肤质过敏 很常见的就是脏气 对 所以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可以从 平常给小朋友的食物里面 做一些筛选 或者是你可以仔细观察说 他是不是今天吃了面条 下午就过 就是脏气 那你可能就要怀疑说 是不是他的这个面制品的 膚质导致的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 前面刚刚有大概提到 就是包装食品 很多的一些添加物 人工色素 还有一些防腐剂 甚至是一些抗氧化的成分 添加物可能也会导致小朋友过敏 其实这都是可能会引发 所谓肠胃不适会出现的问题 要特别注意 不过话说回来 其实最常会出现问题 应该是很多的父母 他自以为自己的 医学的知识非常渊博 你在说谁 你在说是谁 没有没有 除非你有一个 优良的指导教授 我告诉你 等我拿到医学月 低业证书那天 我会回来找你 拜託你 我带你CallFB 不然的话 我们在照顾宝宝上面 其实真的要听听 医师的指示 对 对 然后稍微地小心几层 但是我们也不要太多 放轻松的态度 会比较好一点 谢谢大家 谢谢